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与你开启智慧之路 把你沉浸在你自己的相音时光 把你迎接每个美好的清晨 倾听伟人的声音 学你提高你的汉语听说能力 陪伴每一个你自己的时光 恭请订阅听书世界名著系列 听书有声书世界名著系列 第432期英国经典文学名著 傲慢与偏见 第二卷第七章 威廉爵士在汉斯福德 只盘缓了一个礼拜 时间虽短 却已足够让他确信 女儿在此处安顿得舒心至极 而且还到手了这样一位 不可多得的丈夫 外加这样一位不可多得的邻居 他在此逗留期间 克里斯先生每天上午都 驾着轻便双轮马车 带他在乡间游历 不过当他一走 全家人就恢复了日常作息 伊丽萨卫发现 虽然作息改变了 他们和他堂哥见面的机会 却没有增加 不由谢天谢地 因为用过早餐之后 一直到开正餐之前 他不是在园子里劳动 就是他自己 在自己那间正对大陆的书房里 读书写字 或往窗外闲看 女士的起座监设 在屋子后头 一开始 伊丽萨卫想不通 为什么夏洛特不把餐厅用起来 当作客厅 那个房间更宽敞 朝向也好 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 朋友之所以这么做 是有着充分理由的 因为假如他们待的屋子 同样舒适 那么克林斯先生 留在书房的时间 肯定会缩短 对于夏洛特的这份安排 伊丽萨卫感到 佩服之志 在客厅里 他们无从知晓 大路上发生了什么 每逢外面有马车经过 全仰赖克林斯先生 赶来知会他们 尤其是德巴尔小姐的 四轮马车 尽管她几乎每天 都会坐马车经过 她还是一次不落地 通知他们 小姐会不时在牧师 宅邸门前停车 和杀了她聊上几分钟 但主人从来不会下车 克林斯先生 几乎每一天不上 罗辛斯去走一趟的 他的妻子 也是三天两头往那跑 伊丽萨卫一开始 没想到 他们可能还领着 其他教区的俸禄 所以不明白 他们为什么牺牲那么多时间 夫人不时 也会七尊驾临他们家 只要他一来 这房子便事无继续的 都得领教他的高建 他盘问他们的生活起居 审查他们做的针线火 还劝他们换个做法 他还挑剔家具 摆得不合适 指责女仆偷懒不做事 要是他偶尔上脸 用些茶点 似乎也只是为了 看看克林斯太太 有没有勤健持家 是不是把肉切得太大块了 用不了多久 伊丽萨卫就了解到 尽管这位高贵的夫人 并不负责管理境内的治安 实际上却是自己教区 最积极理事的治安官 哪怕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克林斯先生也会上报给他 只要哪儿 用农夫起了口角 或口出怨言 又或者生活贫困潦荡 他就连忙出动 干到村子里去摆平他们的争议 镇压他们的怨气 一直骂到他们 关系和睦 不敢叫苦为止 上罗欣斯吃饭的乐趣 一个礼拜要领受两次 虽说烧了威廉爵士 而且只能开一桌牌 每回宴席的牌场 还是和头一次别无二致 除罗欣斯之外 倒也没有别的邻居来约他们 因为附近人家 常见的那种生活做派 克林斯先生还高攀不上 不过对伊利萨布尔而言 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总而言之 他在这里过得十分舒心 每天他都和夏勒特 开开心心地聊上半小时 而且一年中的这个季节 天气特别晴朗 正好舒舒服服地出门走走 庄园另一头的边界处 有一座开放的小树林 其他人去拜访凯瑟琳夫人时 她常到那里散步 那儿有条很美的林荫道 似乎只有她一个人看得中 她觉得置身林中 就连凯瑟琳夫人的好奇心 也是边城莫及 就这样 她在汉斯福德郡做客的前两个礼拜 安安静静地过去了 眼看复活节将近 据说节前一个礼拜 会有位客人到罗欣斯来 生活圈子这么小 这当然算得上一件大事 其实伊丽萨贝到这儿 后不久就听说达西先生 过几个礼拜要来 达西先生简直是她认识的 所有人里最讨厌的一个 尽管如此 她仍然觉得有了她 罗欣斯的聚会上 毕竟会多一张 值得一看的新面孔 再说 她也想看看 她怎么对待她的表妹 要是发现宾利小姐 对她的如意算盘 终将落空 那可够好玩的 凯瑟琳夫人 显然已经认准了 她和德巴尔小姐的亲事 说起 她即将登门造访 她总带着 值得意满的口气 谈论其他的人品 就更加赞不绝口 听说路卡斯小姐 和伊丽雅伯已经和她多次会面 她简直要生起气来 她刚一抵达 消息就传到了牧师宅邸 因为坑里斯先生 一心想及早得到消息 整个上午都在 汉斯福德大陆的 大陆口的门房附近 都圈子 马车转弯 驶入庄园时 她鞠了个躬 接着急忙赶回家 报告这个重大消息 此日一早 她又赶往罗欣斯 去向达西先生 聊表敬意 在那儿 等着她致敬的 总共有两位 凯瑟琳夫人的晚辈 因为达西先生 带来了一名 飞子威廉上校 是她舅舅 某某伯爵的小儿子 令所有人 大吃一惊的事 克里斯先生回复时 达西先生 竟跟着一道来了 杀了她 从丈夫书房的窗户 看到了他们 赶紧跑到其他人那边 把贵宾即将登门的消息 告诉了两位小姐 她还多说了一句 我能得到这份礼遇 可能还得感谢你 伊丽莎 达西先生来得这么快 不可能是为了我的缘故 伊丽莎伯 还没有来得及反驳 这句恭维话 门铃就响了 宣告贵宾登门 不一会儿 三位先生走进了屋子 飞子威廉上校 走在最前头 她年纪三十上下 摩尔虽不算英俊 但极致谈吐 都极有神识拍头 达西先生看起来 跟在赫特福德郡时 毫无二致 她以她惯有的矜持态度 向克里斯泰特问好 又不动声色地 问候她的朋友 丝毫看不出她内心的感情 伊丽莎伯只向她行了个 屈膝礼 一个字也没说 飞子威廉上校 立刻亲切自如地 和大家攀谈起来 态度轻松愉快 现在很有教养 她那位表弟呢 却只向克里斯太太 把这所房子和花园 稍微夸奖了几句 就自管自地坐了下来 和谁都不讲话 后来她到底想到 应该跟伊丽莎伯 客套客套 问问她家里人 身体是否安康 她照例敷衍了几句 停顿片刻后说道 我的大姐这三个月来都在成立 你是否曾凑巧见过她呢 她确定他们没见过面 不过是想看看 她知道不知道 宾利一家和真之间的纠结 又会不会露出马脚 她答说自己 不幸没能见到班内特小姐 她觉得她这么说的时候 看起来有点困惑不解 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 过了不久 两位先生便起身告辞了 傲慢与偏见 第二卷 第八章 牧师家的所有人都很欣赏 菲斯威廉上校的风度 几位女士一致认为 有她在 去罗欣斯赴约时 一定能增添不少乐趣 不过直到好几天之后 他们才收到那边的邀请 因为既然庄园里现在有了客人 有没有他们也就无所谓了 两位先生来了已有一个礼拜 直到复活节那天 他们才有幸从获垂青 但对方只不过在离开教堂时 顺便请他们晚上过去坐坐罢了 最近一个礼拜 他们几乎没怎么见到 凯瑟琳夫人母女 在此期间 菲斯威廉上校 来牧师宅邸 拜访过几次 达西先生 则只在教堂露了个脸 他们当然接受了邀请 算好时间到凯瑟琳夫人的客厅附会 夫人她老人家客客气气地接待了他们 不过脾气没别的人 可请那会儿 她明显没那么热情 事实上 她的全副注意力 几乎都在两个晚辈身上 只管跟他们 特别是跟达西先生聊天 她和达西说的话 比跟房间里 其他人说话 都要多 菲斯威廉上校 很高兴见到他们 在罗欣斯 不管发生什么 对她而言 都是新鲜的调剂 何况 克林斯太太的朋友 这么漂亮 叫她 倾目不已 她主动 坐在她身边 愉快地谈论着肯特郡和赫特福德郡 旅行和居家 新书和音乐 伊丽莎白只觉得 此前在这间屋子里 得到的所有乐趣 还不及今天的一半 他们谈得如此尽兴 惹得 菲斯威廉夫人和达西先生 都留心起来 达西先生 时不时向他们 投其好奇的眼神 至于 菲斯威廉夫人 她可不怕 直话直说 她看了他们一会儿 便 直截了当地问 你们在说些什么呢 菲斯威廉 在谈什么 你跟班内的小姐 说了什么 说给我听听 我们在谈音乐 太太 她不得已回答 谈音乐 那快点 快说的大点声吧 这可是我最好的话题了 既然你们在谈音乐 那一定要算我一个 我认为 全音国也找不到几个 比我更懂得 欣赏音乐的人 像我这样 与生寄来的品位 没几个人有 但凡我学过音乐 肯定早就成名成家了 安妮的身体 要是好些 能多学学的话 也一定会有建树的 我相信 她一定能弹一首好琴 乔治亚娜 学得怎么样了 达西 达西先生 满腔温情地 赞扬妹妹 琴艺贤手 听说她表现得这么好 我真高兴 凯瑟尼夫人说道 请带我转告她 要是不勤加练习 就别笑 出类拔萃 我向你保证 夫人 她答道 她用不着别人劝告 她一直在坚持练习呢 那就更好了 练习是不嫌多的 等下次写信给她 我要叮嘱她一声 叫她说什么 也别懈怠 我常对年轻小姐说 没有勤奋的练习 就休想在音乐上 取得成就 我已经对 班内特小姐 说过好几次 她除非再多练练 否则不可能谈好 克林斯太太没有勤 不过我常对她说 很欢迎她每天上罗辛斯来 在詹金森太太房里的钢琴上练习 要知道 在房子的那一头 她是不会打扰别人的 看见姨妈表现得如此无礼 大西显得有点难没勤 没搭理她 用过咖啡 菲斯威廉上校 提醒伊丽莎白说 她答应要弹琴给她听的 于是她立刻坐到了钢琴前面 她也拖了张椅子 坐在她身边 凯瑟琳夫人只听了半首曲子 就借着刚才的话茬 跟那位外甥谈起话来 后者听完了 只好起身避开 买着一贯的从容不乏 走到钢琴前站定 好看清演奏者的芳蓉 伊丽莎白看见她正打量自己 就赶紧挑了一个机会 就赶紧挑了一个机会停下来 转过脸调皮的微笑着 对她说 你走得这么近来听我弹琴 是故意要吓唬我吧 达曼琴先生 虽说你的妹妹谈得特别好 我也不会被吓住的 我这人就是这么倔强 别人怎么都吓不倒我 但凡谁想吓唬我 反而只会增加我的勇气 我不会说你 讲得不对 她答道 因为你不可能当真以为 我是在故意吓唬你取乐 幸而我认识你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知道你有时发表的言论 连你自己也不相信 你只是觉得好玩 伊丽莎白听到达西 这样形容她 不由大笑起来 她嘴飞斯微脸上笑说 你表弟会告诉你 一大片有关我的见解 我说的话 她会劝你 一个字也别信 我到了这个地方 本想装成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谁直接碰上个 能揭穿我真面目的人 实在运气太差 达西先生说真的 你把我在赫特福德镜的坏事 都说出来 也不太厚道了 更何况让我告诉你 你这样做也很不聪明 因为这会激起我的报复的 要是我说点事情出来 你的几位亲戚听了 也会大吃一惊的 我可不怕你 她说着微笑起来 快让我听听 你对她有什么可揭发的 飞斯微脸上笑 大声说道 我真想知道 她在陌生人面前 是什么样子 你是该听听 不过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可能会听到一些 非常夸张的事 你得知道 我头一猜在赫特福德镜 见到她 是在一场舞会上 你猜她在舞会上 做了些什么 她只跳了四支舞 现场的男宾 本来就很少 而且我很清楚 有不少年轻小姐 因为没有舞伴 都在那闲坐着呢 大戏先生 这你不能否认吧 当时 在那场舞会上 除了同趣的朋友之外 我不信 并 没认识其他小姐 没错 再说 在舞厅里 是不可以 经人介绍 互相认识的呢 好了 菲斯威廉上校 接下来 我要弹哪一首曲子 我的手指 在恭候你的吩咐 要是哪一天 我请人 介绍一下的话 也许会好一些 达西说 不过 我没资格 去向陌生人 自我引荐 这是什么原因 不如 让我来 请教一下 你的表弟 伊丽萨白 说这话时 仍旧 对着 菲斯威廉上校 让我们问问他 为什么 一个有见识 有教养 又有社交经验的人 却说自己 没资格 向陌生人 自我引荐呢 这个问题 我可以回答 菲斯威廉说道 用不着问他 那是因为 他不想 给自己找麻烦 有人生来 就能轻轻松松的 和素未 谋面的人 谈谈 但我 显然 不具备 这种天分 达西说道 我 无法 像他们那样 谈笑风生 也不能假装 对人家的想法 感兴趣 大家 见得多了 我 就是那样 我 我见过许多女人 弹起起来 手指的动作 是那样 顺手 伊丽杂白说 但我的手指 就做不到 我的手指 不及人家有力 不及人家灵活 也没有人家 那样的表现力 不过 我总认为 这问题 出在我自己身上 因为 我怕麻烦 不肯 多加练习 我可不觉得 是我的手指 比不上那些 技巧高超的 女人的手指 达西 微笑着说 你说的对极了 你练琴的效率 还更高呢 凡是谁有耳符 听过你的演奏 都听不出 你又哪里 弹得不好 你看 我们两个 可都不愿意 在陌生人面前表演 这时 他们被 凯瑟琳夫人 打断了 她高声 打听 他们在聊些什么 一个咱们赶紧 接着往下谈 凯瑟琳夫人 走过来 听了几分钟 便 转个头 对达西说 Benet小姐 要能 再多练练的话 就能 一点都不出错了 她应当 去伦敦 找个好老师 她的执法 相当不错 不过 论格调 可挤不上安妮 要是安妮的身子 硬朗些 能够学琴 她本来 是能弹得 很悦耳的 伊利沙白 朝达西望去 想看看她 听到这番 对表妹的 褒奖之词 能不能 由衷地赞同 然而 无论在此时 还是在当晚的 其他时候 从她身上 她都察觉不出 丝毫爱的迹象 看着她对待 德鲍尔小姐的 一挤一动 她只有 为宾利小姐 感到宽慰 说若宾利小姐 能 做她的亲戚 她说不定 也会娶她呢 凯瑟利夫人 继续对 伊利沙白的演奏 品吞论足 大肆指点着 她的技巧 和品味 出于礼貌 伊利沙白 强自按捺 对她的意见 照单全收 因男士的邀请 她始终 坐在钢琴前面 一直弹到 夫人的马车 背好 准备送她们回家为止 傲慢与偏见 第二卷 第九章 第二天上午 克里斯太太和 玛利亚到村里去办事了 伊利沙白正独自 坐在家里 给珍写信 忽然 被门铃声 吓了一跳 一定 是有客人来了 她没听到 四轮马车的声音 心想 来的说不定 是 凯瑟林夫人 于是 把写了一半的信 放到一边 免得让她看到 又要问出 一大堆 没礼貌的问题 门一打开 她 不由大吃一惊 只见 达西先生 走了进来 且 就只有她一个人 她发现她一个人在家 看样子 也是吃了一惊 立刻道歉说 她以为 太太小姐都在家 贸然 闯了进来 实在对不起 他们已是坐了下来 她先问候了 罗辛斯的诸位 接下来 两人就 再无话可说 很有陷入 沉默的危险 她觉得必须 找点话题谈谈 于是 赶紧搜索哭肠 想到了 最后一次 在赫特福德郡 见到她的情形 她的好奇之心 油然而生 想知道 她对于他们那次的 突然离开 会是 怎么个说法 于是她说 达西先生 去年十一月 你们所有人 离开内斯菲尔德 是多么突然啊 宾利先生 看到你们这么快 就去跟她会合 肯定惊喜万分吧 要是我没记错的话 她走了 才刚一天而已 我想 你从伦敦 顿生的时候 她和她的姊妹 一切都好吧 他们好的很 谢谢 她发觉她的回答 就到此为止了 顿了片刻 她只好又说 我猜想 宾利先生 是不打算 回内斯菲尔德 去了吧 我 没听她这么说过 不过 她今后 很可能 不会 在那久住 她本来 就交际广阔 而且 在她这个年纪 朋友和应酬 正是 会越来越多 要是她不打算 在 内斯菲尔德 久住 那么 为林里着想 她还不如 干脆退租 如此一来 我们就有希望 得到一个 会久住的邻居 不过 宾利先生 租下那里 主要 应该还是为了 自己方便 不会去 顾念 林里 方不方便 不管是保留 还是退租 我想 她都是 按自己 那套办法 行事的 我能预计 达西说道 一旦 她买到 合适的房子 就会立刻 把 内斯菲尔德 退租的 艾利沙班 没有答话 她不想 再继续 谈论 她那位朋友 但又没有 别的话题 于是决定 把难题 丢给她 让她自己 找点话题 她心领神会 片刻之后 开口说道 这栋房子了 看起来 相当舒适呢 我相信 克林斯先生 出来乍到的时候 凯瑟琳夫人 一定 费了不少心吧 我想 她的确费心了 而且我敢肯定 她在这上头的心思 没有白费 她无论如何 也找不到 一个比克林斯先生 更懂得感恩的人了 克林斯先生 娶了这么一位太太 真是她的福气 是的 这是千真万确 世上头脑清楚的女人 本来就不多 她却遇上了一位 而且她还愿意接受她 让她过着幸福的日子 她的朋友 真都该为此 欢呼雀跃 我这位朋友 是个聪明绝顶的女人 不过 她会嫁给克林斯先生 我不敢说这件事 做得有多么聪明 无论如何 她看起来 倒是相当幸福 再说 以保守的眼光来看 这对她而言 也的确 是一门不错的亲事 能住在离娘家和好友 这么近的地方 她一定也很满意吧 你说这算近 将近五十里呢 只要路修得好 五十里又算得上什么 不过是大半天的路程 没错 我认为这个距离 算得上方便 我从来没想过 距离近 也能当成一门亲事的优点来说 伊丽莎贝大声说 我可不会说 克林斯太太 住得离娘家近 这说明 你太留恋 赫特福德郡 我想 但凡离开了朗伯恩的范围 你都会觉得远 她说这话时 脸上露出一抹笑意 伊丽莎贝觉得自己 懂得这笑容的意思 她肯定在想 她是希望真 住到内瑟菲尔德去 于是 她张红了脸 答道 我不是说 女人不该嫁得 离娘家太近 距离眼俊 都是相对的 要取决于 各种时机情况 要是家庭富裕 可以轻松地 承担女费 距离远点 就无所谓了 但她们的情况 不是这样的 克林斯夫妇的收入 确实不少 然而 却说要平凡出远门 她们还负担不起 我认为 即便我的好友 离娘家 只有现在一半的距离 她也不会认为 那就算得上进 达西先生 把椅子 向她拖近了一些 说道 你可不该太流量 娘家 你总不能永远 在朗伯恩住下去吧 伊丽莎伯露出了些 诧异的神情 这位先生 也不由得心念一转 她把椅子 拉回远处 从桌上 拿起报纸 一边翻开来看 一边 颇为诧异 这么随随随随便便 这个时间里 实在无事可做 所有户外的狩猎活动 都已告一段落 家里倒是有 凯瑟丽夫人 有书本 还有一张 台球桌 可是绅士 是 不会老待在家的 也许是 因为牧师宅邸 就在附近 所以 是因为散步过来 一路上 都很宜人 也或许是因为 住在这儿的人 好相处 总之 这对吧 兄弟 差不多每天 都 免不了 来走一趟 他俩 总在白天来访 时间 忽早忽晚 有时一个人来 有时 结伴同来 隔三差五 还会带上 凯瑟丽夫人 大家心知肚明 菲斯威廉上校 之所以来 是因为喜欢 和他们往来 于是 自然 越发地欢迎她 伊莉莎白和她 相处得很愉快 而且看得出 她显然 爱慕着自己 这也令她 想起了老朋友 乔治 维克汉姆 她把这两位先生 比较了一番 觉得尽管 菲斯威廉上校的 言行极致 不如 维克汉姆 那么温柔迷人 却 更加 见多识广 至于 达西先生 为什么 常常来牧师宅地 就叫人 有点 摸不着头脑了 她不可能 是想和他们 打交道 因为 她时常 一坐十分钟 嘴 都不张一张 说句话来 也是一副 满为其难的样子 似乎 是觉得 有说的必要 不是真的 有话 想说 是为了礼貌 而委屈求全 不是因为 喜欢聊天 她觉得 有兴致高涨的时候 克林斯太太 实在搞不懂 她是怎么回事 菲斯威廉上校 偶尔会笑她 傻头傻脑 她想 既然如此 就说明 她平时应当 是 另一副样子 但是 她对她 了解不多 实在想不出 那是什么样子 她很想 把她这种 变化 归结到 爱情上头去 而爱的对象 正是她的朋友 伊丽莎 于是 她拿定主意 要把这件事情 弄个明白 无论 是去 罗辛斯做客 还是在 汉斯福德 接待她 她总是留心 观察 她的一举一动 结果 却 一无所获 她的目光 却是平凡地 投向 她的朋友 但是那种眼光 蕴含着什么 却看不真切 那是一种 认真专注的凝视 可是 她时常疑心其中 也许 没多少 爱慕之情 而且有时候 她看起来 不过实在 走神罢了 她对伊丽莎白 提了一两次 说达西先生 有可能 很喜欢她 但伊丽莎白 总是一笑置之 克利斯太太 感到这件事 不亦多提 就怕唤起了 她的希望 到头来 却害她 大失所望 因为照她想来 一旦朋友 意识到 达西先生 已经为她倾倒 那她对 她的厌恶之情 无疑 会 一扫而空 她好心地 替伊丽莎白 打算着 有时 觉得她 也许能嫁给 菲斯威廉上校 相比之下 她这人 非常讨人喜欢 她显然 很爱慕她 家境 又相当理想 不过 达西先生 在教会 有很大的势力 这是她表哥 绝不会有的 这就把表哥的 种种优点 给 抵消了 优优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